老街拿下了 昨天30号就已经彻底拿下了 老街现在已经彻底解放 然后现在正在安抚民省 因为之前前一段打架 很多老百姓居无定所 100多个难民营 你们想想 一共就20多万的人口 整个国改 这两天看新闻 正在研究南散的事 南散这边口岸 主要是墓检 要守住墓检 因为这边政府军还想控制墓检 所以说 红红军这块余调法 果然很有可能 对政府军反攻 功亏一归 这真的有可能 说的时候大家点点赞 有买那个五长大米的 正宗五长大米 保存保质量 我们自己家米想产的 保存保存的五长大米 这个小黄圈里 大家可以自己选购 今年八个新品 大家自己自选一下 喜欢哪个 买袋尝尝 我还那句话 别人说了 带货 假一赔三 我不是带货 我就是卖我自己家大米 做做广告而已 想象大伙我尝尝今年的新米 尝尝纯正的五长大米 别人假一赔三 你十三哥敢说我假一赔十 假一赔我 我都敢说 有底气 因为卖自己家东西 我又不给别人家带货 我也没卖别人家东西 没必要 就包括十三道 我们在这个 视频号里 我们卖的这个茶叶一样 也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茶叶公司 公司在北京 咱们这个茶叶 口感各方面 绝对是保质 保亮 保真保存 我这两天过去 我去找熊猫 白天陪他 我俩一起卖卖茶叶 把我们的十三道的茶叶做一做 以后呢 咱就是搞搞农业 正正经经的在互联网 能做点生意 挣点钱 咱就挣点 有客咱就聊聊天 就是没有 咱就不瞎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